听说人民日报都报道了这道题 请看一些鱼平均分给7只猫 每只猫分到的鱼和剩下的鱼一样多 请问最多共有几条鱼 很多孩子听完题目都直接晕了是吧 那么我们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复杂的文字 转换成数学语言 请看一些鱼我可以用一个圆圈来代替它 平均分给7只猫 所以咱们就除以7等于 每只猫分到的鱼 每只猫会分到一些鱼 然后还剩下一些鱼 题目又告诉我们 分到的鱼和剩下的鱼是一样多的 也就是这个3跟这个鱼数是相等的 那相等的情况有很多 大家都是1 大家都是2 或者是大家都是3等等等等 那该取哪种情况呢 您再看 问的是最多共有几条鱼 要保证最多也就是我这个鱼数 要尽可能往大的去取 但是鱼数它又要比除数是小的 那么它鱼数既要小于7又要是最大 那么它只能是6了 所以这个上也是6 题目要求最多共有几条鱼 也就是求这个被除数是多少 被除数啊 等于除数乘上加鱼数 等于48条 因此啊 最多共有48条鱼 好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老师解题 更轻松 更轻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